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妳去外面婚什麼 我去外面生孩子 哇 聽起來好悲哀喔 所以 又回來這個 過一點這個 比較封閉的生活 沒有 你知道我本來誤以為啊 因為我在家帶小孩帶久了 然後因為一般的那種媽媽都會說 我告訴你帶小孩帶久 你跟他們相處久 那種愛會很深 你一出門馬上就會想說 不行不行 我需要孩子 然後後來我就是因為 跟他真的建立很好的關係 然後後來想說 唉 要去工作了 然後一踏出門想說 真的很棒 就走了 你小孩就變得很高興啊 在家裡等著說 什麼時候是老太婆才要出去 你去人 哇 酒煙 然後都媽媽走了嗎 然後利褲飛 站起來掉跟煙 就偶爾還是要出去透透氣啦 好啦 希望你好好在這邊待久一點 然後那個下次生孩子之後再出去吧 不要沒事 我還在生 我還在生 你怎麼知道 你要先看你跟這個小朋友相處 有怎麼樣 我處不來就不要再生了 我還是會生 好啦 你就自己生吧 你生二十個好 好 今天看起來的貴賓 我們歡迎是蘇慧倫 哈囉 蘇慧倫你好 哈囉 蘇慧倫你好 哈囉 蘇慧倫哥好 蘇慧倫你好 好 蘇慧倫小姐的 新專輯在我們的手上 那 你覺得又比以前漂亮嗎 我覺得是不同感覺 對啊 心機很重耶 就是 付出是不是好好的打理了一分 也沒有啊 可是他本來真的走漂亮路線啊 你沒有醜過對不對 因為有一陣子大家 比如說會一直說我是玉女嘛 那我那陣子真的很排斥 就很抗拒 就是幹嘛一直要一直弄一個框框 把我框起來 然後就有一次 好像也是發一張專輯 然後我就跟我的企劃說 不行我要拍一支MV 所以是把自己的妝枯花的 然後把自己的那個很醜這樣 然後就拍啦 結果咧 真的很醜 所以就剪掉那個畫面了嗎 沒有啊 就真的就是完整的一支 就是看到我整個人這樣 然後 哭到這樣眼睛黑黑的 然後那個 眼淚留下來是黑色的這樣 可是為什麼播出那個 你覺得很醜的畫面之後 當然還是覺得你是玉女 就是 所以沒辦法啊 就 後來就放棄了 那妳有沒有胖過 有 念書的時候 妳現在多瘦 現在41公斤了 好瘦喔 妳現在 妳現在可以問嗎 我不知道我沒量體重耶 我覺得體重根本不重要 重要就是看起來瘦還是胖胖 對啊看起來均勻就好了 對 我沒有沈迷在體重上面 41很瘦 不過41是真的很瘦 比之前瘦一點啦 所以妳這次有為了出新唱片 又瘦嗎 我沒有刻意減肥耶 可能就是工作量比較大 然後就是消耗比較多就變瘦 妳是屬於那種會自己跟別人講說 我一次要吃兩個便當才可以 就是感到飽足 然後其實根本私底下都默默減肥的那種人 不會 不會 我真的不會 我真的就是想吃的時候就 可以啊 有時候可以吃到兩碗飯 然後像錄音的時候 過來這邊站一下吧 我看看妳現在多少 錄音的時候每天就是吃便當啊 然後整個便當也是吃光光這樣 妳那麼瘦妳為什麼還要遮住 這蓮子可以拉開 不是啊 Evie有人站嗎 就是這樣嗎 妳讓他們出來透透氣好不好 不方便 而且我跟你說 我曾經有做過一些比較 就穿得比較露 比如說走星光大道 然後也是穿那種很低啊 然後有露到乳溝什麼的 然後也拍過那種性感雜誌的封印 可是都沒有人記得 所以我覺得露了跟沒露一樣啊 不如不露 因為我印象都是覺得她是走 清新學生執勁路線 沒有 我印象中沒有記得她有耍心感過 就是沒有 蘇惠倫乳溝 蘇惠倫什麼乳溝 沒有這種感覺 可是她就 妳看她以前出的這寫真集 最露的帳啊 有啦 有比這個更恐怖的 妳這樣老兵買到會很神奇耶 什麼東西嘛 不是賣 這是隨那個專輯附贈 這是真的乳溝還是用演藝打出來 這真的啊 而且其實以前比較不知道怎麼 戴姿勢 以前的女明星真的都是穿調整形內衣嗎 什麼叫以前啊 以前 我現在也還快要在講 我好過分喔 什麼以前的啊 那妳找一個好的錯誌 對啊 這是你們那個年代 我現在出來然後 不是說就是資深啊 然後又說出道十六年 然後就碰到很多 我看到最好笑的是 他們說他以前是清純玉女 結果後來改成一個封號叫做 那不是很奇怪 為什麼熟女前面還要加元氣啊 就是黑飯團吧 很有活力的感覺 很有精神 元氣的兩個字也太無巴掃了 可是至少看起來都還是沒啦 真的 對妳根本就應該現在才出道的 人家就會一直說妳就是小女生 所以妳是很堅的人嗎 其實還好 大家都覺得我很堅 以前的確是啦 但我覺得後來慢慢個性有改啊 還有就這樣咧 這樣就穿最少 很多耶 這真是贈品對不對 這不是賣錢的 對啊 這賣錢應該會被罵吧 所以妳這輩子都 私下也不穿很少 私下不會啊 我真的只有工作的時候需要就是會 想試試看 就是露個乳溝會不會比較 像頭版啊或什麼 可是真的 沒效果 所以工作人員也不敢說 欸 惠倫姐把那個拉 不會啊 妳知道我拍那個性感雜誌的時候啊 我那個封面其實只有用一個床單這樣裹著 然後 那個雜誌社的工作人員 就這樣在旁邊看一看 她忽然很緊張 就衝過來 就這樣拉起來 快穿幫了 就不是我的工作人員是雜誌社的 他們自己都看不下去 對 看不下去 不想我漏太多 所以好奇怪 所以妳擺POSE的時候 比方拍雜誌的性感照 妳會擺的表情是什麼 性感照 就是嘴巴違章啊 妳會有嘴巴違章嗎 妳那是幹嘛 妳那是在呼吸什麼 就是鼻子不同 然後妳就這樣 然後就嘴巴呼吸 就這樣 有嗎 來啦 一二三來 一二三來 來 鼻子不同 妳真的像在呼吸耶 妳怎麼沒有擺出那種 迷茫的眼神 我真的比較像女孩 不像女人啦 我覺得 那妳拍那個女同志的戲的時候 難道沒有導演抱怨說 妳怎麼都不放電 那個角色真的沒有要放電啊 而且還有一場就是要跟那個 我喜歡的那個女生接吻 那那時候因為我是戴那個假髮嘛 然後兩個就 她就衝過來 然後兩個就這樣抱在一起 然後就接吻之後 然後我本來是跟她在玩桌米層 我戴的一個手帕這樣包著 然後她就輕輕輕完之後 那個場景是我要這樣很驚惡的 然後把那個 布打掉 然後 就有點 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忘記我戴假髮 然後就 那個布是往上 然後就 假髮裡面就大家 大家就直接 就是那個髮網啊 你知道嗎 整個假髮掉 就很醜啊 當場整個氣氛都沒了 就 所以是兩個國中女生的接吻 對 所以當時有真心嗎 有真心啊 而且導演很壞 還叫她要生蛇跳 所以有生喔 有啊 我才能夠演出那個 被嚇到很 所以有感覺怎麼樣 就笑場啦 就那個假髮掉了就笑場 不是 妳剛剛講 可是妳眼睛榜怎麼抓上來 妳來問妳也是她 就我跟她在 只有妳們兩個人在玩笑 對不起 對不起 喔 OK 表示妳沒看過那個戲 我沒有看電視 她很少看電影的啦 沒有那個電視 喔 她還說先走一趟嗎 回來了 你知道我剛剛生長嗎 有些事情我不是很了解 我知道了 你現在應該比較了解 那個男神跟那個尿褲多少錢 她演的戲也不是在妳懷孕期間嗎 真的 真的 妳那個有 是不是有提名金鐘獎 那是另外一個 那是另外一個 哪一個 提名金鐘獎是終身大使 她姐姐來過康斯 妳知道嗎 也有 我知道 妳姐姐現在叫蘇沛還是蘇艾 我也不知道 什麼東西 妳不知道妳姐姐叫什麼 因為蘇沛是要藝名啊 妳有沒有隱瞞過想要 讓別人不知道妳跟你姐姐是姐妹 不會啊 真的 為什麼要隱瞞 因為你們兩個風格差很多啊 差很多啊 可是就還蠻可愛的啊 我覺得她蠻可愛的 她都唱老歌耶 我也會唱老歌啊 妳講一句妳知道最老的老歌的名字 恨不鍾情在當年聽過嗎 恨不鍾情在當年 徐帝先唱 是白光那個年代嗎 妳隨便唱一句 我自己在老歌的歌 起碼也把歌名先套進去 我根本就先會長一點的 恨不鍾情那個字 妳真的會唱嗎 會啊 一句一句 滿好聽的 恨不鍾情在當年 可是我跟妳講她跟她姐還是差很多 不錯 對 她是用女女的方法在唱 對 妳姐唱都是真的老歌的味道 妳是用時髦的歌 妳要唱路邊的野花不要踩 而且妳要人知道那種頓點 妳知道妳姐很會妳知道小頓點那種 送妳送到小村外 送妳送到小村外 有句話要交代 雖然已經是白花開 路邊的野花 那個布要出來 妳布要踩 好了好了 你根本是逼我這樣 就是不願意輸給姊姊 就一定要搞成這樣 所以妳跟姊姊在家裡會比賽 像王哥嗎 老哥接力 老哥一定是他獲勝的 沒辦法 那為什麼你們兩個人打扮也不一樣 他就會輸包包 這小時候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突然岔開這麼突然 沒有 我們從小個性就不一樣 他小時候就是那種很活潑 然後我是比較內向的 然後他也比較 就人來風很喜歡表演這樣 就小時候其實跟我們家裡的那種大人 都是看他是這樣 就每天在那邊表演 然後就是餘親這樣 妳跟他差幾歲 兩歲 那妳沒有內心獨白嗎 就照鏡子的時候說說 我比他漂亮 我比他漂亮 就是沒有 沒有耶 小時候真的還好 真的 所以後來進入演藝圈 陳正長大 比他紅 有把他拿來聊開嗎 沒有聊過這件事 你說就是誰比較紅這件事啊 沒有嗎 就 心裡都知道啊 一定 什麼 不是啦就是 妳還蠻會放冷靜的 其實不需要明說 但是就是 知道是這麼一回事 那我覺得我姐其實 她也會給我很多鼓勵啊 她也希望就是我可以變得很好 她從來沒有 妳們真的沒有因此產生過疙瘩 應該沒有啦 她上次來她有說她有疙瘩嗎 她哭滿慘的耶 真的嗎 對啊 我們把那一段 我們把那一段播出來給妳看好了 好啊 哭很慘的那一段 對啊 我還以為就是 明明就沒東西妳還在那邊演這麼久 妳有放到嗎 我還想說 欸 今天有嗎 看一下好了 等一下 她真的不會在 背著妳的情況之下 就是講到姐妹的事情嗎 說 如果背著我的話 我也不知道 所以她上節目也從來不講這些 不會啦 她沒有看過妳的專輯 然後說為什麼我不能拍這種照片 她有拍過啊 有 她有拍過 只是那種美美的沙龍照那種 可是坐在那種小船上嗎 沒有 彩虹嶺 對 所以 妳們兩個真的不會 妳從來沒有內疚到說 妳要跟她聊一下 把真心聊開說 我雖然比妳紅 可是那個 我真的還是妳妹妹什麼 這一類的 沒有聊到這個事情啦 因為我覺得 比如說姐姐的話 我還是要尊重她 像有時候我想要跟她講一些 比較心理的話 就是比如說 想要建議她 或者是一種 比較 要勸接她什麼時候 我都會先說 姐雖然我是妹妹 可是 有一些話我希望妳還是可以聽我說說看 妳勸接過她什麼 就比如說 沒有啊 就是她有時候會 妳說在節目上嗎還是 或是平常那種私底下的時候 那妳有去她開的那個酒吧玩嗎 沒有 為什麼 找不到時間去啊 剔了 就沒去過啊 妳是不是怕她發酒瘋 不會啊 她不會發酒瘋 她酒瘋很好 真的 蘇沛真的愛唱老歌 對 她真的喜歡 然後她也不在意說 就是 榮民伯伯們同場這樣 她很開心 真的 她有跟榮民這樣玩過嗎 就是她覺得 可以唱那些歌去 鬥和娛樂他們很開心 她想法很健康啊 所以 這個姐姐真的很 我還以為她會被蘇惠倫壓到 就是覺得說妹妹 家裡的民心力比較大 不會啦 因為她自己也很多才多藝 OK 所以妳們兩個還不錯 還不錯啊 不吵架 小時候吵長大就比較好 OK 然後就風格分散也沒有關係 就各走各的 對啊 那妳交男朋友的事會跟她聊嗎 妳 偶爾會聊一下 會經過她同意嗎 譬如說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交男朋友就是 比較是自己的事情啊 那她上次不是 有傳出那個開酒店的新聞的時候 妳真的有打電話給她鼓勵她嗎 有啊 說什麼 因為那時候她就 開了 不是她召開一個記者會 雜誌寫說她在賠酒對不對 對 對 就是 就是寫得比較 誇張 那她其實只是 覺得說她在那邊 然後如果有認識的朋友來 她好像應該去招呼一下這樣子 然後 那個時候她就開一個記者會 然後我就有打電話給她說 欸 妳表現得很好啊 對啊 就是不用害怕 因為沒有做什麼不好的事情啊 不用好像很心虛這樣子 所以妳們兩個比我想的熟 我也以為妳們兩個很不熟 我也以為他們兩個不熟 然後人家見面會有點尷尬 真的 對 多久碰一次面 嗯 碰面是比較不常碰的 最近一次碰面是什麼時候 通電話啊 就常通電話 對啊 然後她會給妳什麼 演藝的建議嗎 說演戲的時候應該怎樣 這些東西 比較少 OK 那妳們兩個誰跟 家裡的長輩關係比較好 嗯 我是跟我爸爸比較好 然後姐姐是跟媽媽比較好 所以妳們兩個誰男人緣比較好 她 真的 男生會先喜歡她 真的假的 對 妳說現在嗎 我們不是在討論榮民界喔 就是我們講那個完全的 就是壯年壯年人 應該還是她吧 因為她的那個個性其實 就是看起來就是很 很豪爽嘛 OK 然後就很好聊 然後她又很主動交朋友 妳很難聊嗎 我要熟一點就才可以 妳去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會很陰沉嗎 就都不講話 然後會故意裝出 食量很小的樣子嗎 不會啊 一定會 食量 不會啊 然後會 然後會 會裝 憂鬱 我就是不講話的時候 看起來就是好像 很憂鬱啊 然後氣質很好這樣 對 可是其實不是 其實對啊 其實我也有那個 很豪邁的那一名 真的嗎 像什麼 比如說 買單的時候很 阿沙里啊 我有吃到你一個很好賣 妳吃到 我不知道能不能講 可以講 可以講 蘇慧倫來到康熙 自毀芋女行蝦 雖然我不喜歡芋女這個稱號 但是自己毀了自己 跟被別人毀了 是不一樣 4 5 然後要說Coe嗎 可以嗎 好 那我們三個先來輕彈 因為就是我的好姐妹范瑋 其實有跟妳一起去大陸拍戲 然後她們兩個就是藝人住一間房 就在隔壁 然後范范回來就跟我講說 妳知道嗎 惠倫姐跟我想的差好多 我說為什麼 范范每天早上起床都會聽到 惠倫姐的房間傳來這種聲音 然後想說 我是感冒的是不是 沒有 她說 玉女有這麼多老坦 這怎麼可以 然後我們想說 她應該就是老坦玉女吧 我應該是感冒所以 彈比較多吧 還是妳藏了一個 榮民伯伯在妳房間 沒有 我根本就覺得 妳那麼豪邁的去輕彈 這件事我還滿刮目相看的 而且這件事情 好像也有其他人跟我講過 對 好 那我們三個先來輕彈 妳怎麼輕 妳怎麼輕 這也沒有很優雅 妳平常會這樣輕嗎 因為我彈不是很多啊 OK 我都會硬把它吞下去 所以妳剛剛有的時候會 妳剛剛那樣子這樣 對 這樣子 好 那我輕的可能很大聲 我跟你講妳輕彈超大聲的 對不對 妳太客氣了 沒有 妳有一招很厲害 妳現在還是很斯文啊 她有一招是 妳從頭頂往上吸這樣 真的 因為我每次跟她同一個 我化妝先了 然後我們都背對背 然後她就很優雅在看商業雜誌 然後就突然這樣子 然後就想說 披著狼 披著羊 所以我 人家說聽到我輕嗓子 就會想到我爸 我們兩個好像 那個輕嗓子的方法還滿像的 所以妳也是這一派子嗎 大聲的 對啊 就 我們兩個輕了 該妳了 這還滿老生的耶 我跟你講我一定是感冒 我想起來了啦 因為我去墨爾本 我們房間就非常的近 然後就只隔著一道牆 然後她就一直 覺得說早上為什麼 都有怪怪的事 因為我有時候 早班啊 比她早 我就會掀起來 那她來睡覺 她就會聽到 怎麼有怪怪的行為 在輕彈 那妳有搞那一招 比方說漱口就這樣 噢噢噢噢 這樣子嗎 這個不會 所以妳沒有老人習慣 沒有啊 OK 可是妳知道馬KEO 我的姊妹啊 她不是長得也很可愛嗎 然後聲音都甜甜的 妳知道她也很愛輕彈這件事 有一次飯飯也是剛好 馬KEO出唱片 她就聽到馬KEO上電台節目 她就說 大家好 是馬KEO 這次出來專輯呢 是說我一人 分事兩腳 她真的有這樣 她有的時候也會 在節目裡這樣子 對 然後馬KEO不要這樣子 她不自覺對不對 對她可能沒有發現 OK 所以妳就是 妳那時候只是感冒 妳不是每天早上都這樣搞 不會不會是因為感冒 OK 對啊 好 那挖臂孔呢 我記得我好像 我就開車 我本來要去買那個什麼 買一個什麼吃的東西就對了 然後我那時候講說 晚上很暗了 然後我就先 停在那個店的門口 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我那時候就 想說 四下五人 覺得鼻子感覺乾乾的 這樣就想先清一下 然後我就這樣 清清清清清 清得很過癮啊 就忽然發現那個店門口 還有一些那個桌子 然後就有人在那邊吃啊 就轉過來看看 我想那麼遠那麼暗 一定看不到我在幹嘛 那麼遠那麼暗 就看看 我就忽然發現 她就對著我這樣 我就想說 完蛋了 被發現我在看嗎 我就 想你趕快把它撞開 我覺得你應該順便把它撞死 這種人流著不行 沒有 所以你知道這種事情就是 你不要以為你在做什麼 人家沒看到 對啊 所以妳很容易被認出來 其實也還好 可是妳在上海在街頭被 被被男生騷擾的時候 那個人是沒有認出來 妳是誰 我就在那邊一個人 然後走來走去嘛 然後她就一直這樣 有感覺她一直跟蹤我 然後就 逮到一個機會就過來說 小姐請我現在幾點鐘 然後我就說 幾點幾點 然後後來又過了一會兒 她又跟她走過來 小姐現在幾點鐘 我覺得這個人真的有點毛病 然後我就走走走 然後我就覺得怪怪的 然後但她就一直跟著我 然後跟她後來 她就從我身邊過去 就有一點想要刷你胸部 對 想要這樣抓你過去 結果沒刷到 沒兩準吧 還是什麼 目測跟實施 那要刷了就 就因為 太...太... 體肌跟想像的差異一點 有可能 自己還站了個跟頭那個人 是年輕人還是老人 年輕的 OK 所以後來有交往嗎 為什麼 就很佩發的勇氣 所以 你在上海會 就是說 雖然演了那個初六組 可是就還是有人 會把你當 就是一般小女生 對啊 有的時候就是還是認不出來 我是誰 OK 那你其實是喜歡哪一型的男生 嗯... 像以前我都會喜歡那種 看起來好像很憂鬱的男生 你迷過那種了 對啊 可是後來就發現 好像都是假裝裝的 許一帝我們收到的他的緋聞名單 第一個有沒有讓你很驚訝 你說陳國富導演啊 當然不是陳國富啊 這有什麼好驚訝 杜德偉我還滿驚訝的 不是杜德偉 你不要再混耶 有 怎麼會跟楊帆啊 什麼有 真的有楊帆啊 少帆了啦 有楊帆嗎 有啊 你自己看 楊帆 楊帆是那個時候一直上他節目 然後就是炒新聞炒出來的啊 所以他沒有追你 有 他有追你 沒有啦 真的沒有 都是為了上節目的效果 所以為什麼 有不要追過 他有喜歡過我姐 真的嗎 不是我 然後他有什麼暗示什麼事 也沒有到追他 只是我們去上他節目 他會說姐姐真漂亮 對啊 就是類似這種啊 OK 然後有時候上節目 就為了那種節目效果 就會好像特別比較照顧啊 什麼那個效果就出來了 OK 對啊 那那個黃子嬌追過你 黃子嬌沒有啊 沒有 那為什麼在名單上 他也是對外放話就是說 因為他都會這樣嘛 他會說喜歡誰誰誰誰這樣 對 他喜歡這樣對不對 對 但是我覺得也不錯啊 就是他只是很 勇敢的把他心裡想的事情說出來 那有人就是會默默放在心裡 你有很高興嗎 就OK啦 就只是講說謝謝這樣子 對 謝謝這樣 所以嬌嬌怎麼樣 嬌嬌啊 你是說如果現在嗎 還是什麼 就當時 如果他真的追的話 應該不會吧 因為他比我小 OK 我那時候應該不會選擇 比我小的男生 對 那陳國富是 真的 陳國富是導演啊 就拍戲 我當初還是導演 就 就拍戲的時候 然後 因為 比較 容易 有一點點火花啦 這樣 所以 就很像在錄音室的時候 跟製作人的那個關係 所以妳跟哪一位製作人 沒有 我只是比喻 所以妳跟他拍完戲之後 還有再稍微維持一下那種感覺嗎 他有一邊播妳拍的片段 一邊說妳看妳真的好美 然後就調情這樣 沒有啊 然後妳說我本人更美 然後妳早就 沒有啊 隨便看 不是啦 那個現在比較是 像是好朋友的方式啦 OK 對啊 所以妳跟他交往多久 妳說做朋友做了多久啊 嗯 就拍戲的時候就是朋友啦 然後後來還有聯絡一陣子啊 這樣子 所以妳跟劉若英搶 陳國富 沒有啊 真的耶 真的嗎 這樣講起來的話是 你們是有搶蹦到嗎 誰跟他 他有跟陳國富是朋友過嗎 有 有沒有 問你啊 你不是這樣講嗎 我跟陳國富有一次朋友 他有沒有這樣過 是朋友的意思不是很普通嗎 什麼叫做他有跟陳國富的意思朋友 好啦 妳跟劉若英 妳跟劉若英不是很熟嗎 對啊 所以妳們倆沒有核對過這件事 沒有啊 真的 又沒有怎樣幹嘛核對這種事 妳跟劉若英也不合對誰比較紅 然後妳跟劉若英也不合對 妳跟陳國富的意思 就是我的個性不會去想說這種 這種什麼很細的東西要 拿它來煩自己啊 而且這種事講起來也尷尬啊 那跟導演在一起是為了要 當女主角嗎 沒有啦 那個時候已經是 妳跟女主角才在一起 喔 這樣子 那是下一步 就是朋友啦 就沒怎樣 妳今天要混不過去的啊 真的嗎 混不過去嗎 對 就是好朋友啊 OK 其實陳國富導演不是 你的緋聞名單裡面 我跟徐希莉最羨慕的人 是嗎 所以我們覺得那個上市公司的 電子公司的老闆 陳國富你聊那麼久我一定很驚訝 我現在趕快跳到這一個了 曹星辰嗎 哇 妳真的好可愛喔 曹星辰欸 妳真的不容易 講一下他啦 我不認識他 我真的不認識他 真的 真的啊 妳們兩個鬧翻到這個地步啊 我從來沒有跟他針放過 太高了 對啊 她沒有叫好 可是怎麼來這種傳聞啊 好 價錢怎麼樣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這種傳聞 其實妳看過他照片吧 他還滿書生氣質的 就是頭髮很白啊 對 你知道他是我曾經覺得那種 就是企業家裡面最帥的一個 他是很帥啊 真的嗎 我覺得他滿有味道 嚴凱太比較帥 嚴凱太因為他已經超出那種帥的標準 就是妳不用拿他來比 是 有業餘賽跟專業帥的感覺 嚴凱太已經要去跟其他真的是俊俏的比 沒有啦我覺得真的有一些事情真的不是 就是他真的不是真實的啦 可是他會發生在你身上 一點影子都沒有 就是憑空冒出 憑空冒出 妳有買零電的股票嗎 像 杜德偉那個事情也是這樣 那是憑空冒出來的 對啊 可是憑空冒出這件事我相信 因為我也被講過被包養很多次啊 對啊 沒有啊 我有 我還有看 誰要包養妳瘋啊 我身材姐很好耶 妳那麼吵誰要包養妳 吃飯家還三百多萬耶 誰有臉帶妳去上了一個社會活動 我不知道 可能本身老婆很安靜的人嗎 誰都不上線 蘇慧仁遭西地大逼供 所以妳什麼事情都是跟她發生 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我都已經生過小孩 我是沒什麼使命 我就怕妳不好意思 就 唉唷 蘇慧仁能逃過一劫嗎 妳這個傳出來的時候妳一點都沒有高興什麼的 為什麼沒有高興我很納悶啊 可是會很痛苦啊 因為是真的一點點什麼 我真的不認識她 然後也連見過面都沒見過 誰就是透過電話說那個曹欣很想認識妳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也不是也沒有安排過飯局是嗎 沒有 然後也沒有妳們家長輩跟她比較熟這種的 沒有啊 完全沒有 所以是一點點關係都沒有 好奇怪喔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雅虎的楊志遠呢 也是像這樣完全沒關係嗎 完全沒關係啊 雅虎楊志遠更有錢耶 那個對我來說 還好不重要 可是西地就可以為了錢 沒有啦 我也是真愛真的 只是說我真的很倒楣妳知道 我好冤枉喔 因為我跟我老公真心相愛 然後我還寫了一首歌 她只是恰巧有錢對不對 而且我還寫了一首歌給她說 我不需要寶石 我也不需要住在豪宅裡面 結果妳看現在好了 妳看我多假 對啊 但我就講真的 我真的不可以認識 只是她這麼巧 我好想相信妳喔 我是講真的 所以為了妳說好 就是她當時被抖出來 她夫家那邊的財務狀況的時候 妳有在心裡默念說 這個女生也太有心機了吧 不會啊 真的喔 妳就相信是真愛 我跟你講我是被陷害的 好苦喔 妳是不是太... 不是苦了很久 可是妳剛開始跟她交往的時候 妳就知道她的那個家裡狀況 我不知道 只是因為我們倆就真的是 默默就開始相愛 然後才發現原來... 她開五百萬的車子 來接妳的時候妳不知道 她那時候沒有開五百萬的車子 三百萬 因為我對車子沒言就 OK 所以反正就是四輪叫車 對 好 所以妳有相信過曹欣辰那個事 我曾經還滿相信的 我也是 為什麼 妳有唱過他們公司尾牙嗎 沒有沒有 那... 完全沒有 所以妳也不知道她認不認識妳 這個新聞她應該也有耳聞過吧 所以可能知道我是誰啊 男生那邊應該都很高興對不對 可是我倒是真的是 很漂亮女明星 真的是因為這個新聞 我才知道曹欣辰是誰 有啊 很多時候女生都不太在乎 上市公司的老闆是誰 就不認識 對 所以完全沒有 那是誰唱羅大哥的情歌來感動妳 有這件事嗎 好感人對不對 就是... 算是第一任男朋友吧 是路人是不是 不是路人 明星 也不是明星 多久以前的事了 我出道之前 學生 學... 嗯... 應該是我進... 就是進當時的公司之前 認識她 對 所以那時候是羅大佑最紅的時候嗎 那個時候 就很多羅大佑的歌大家都很喜歡啊 然後就是很多那種 會彈其他的男生就會很喜歡唱她的歌這樣 所以是...定情歌是她的 羅大佑的哪一首歌 歌 可是有個很感人的事情 是分手後 蘇惠仁就是跟她說 妳不要再唱這首歌 給別的女生聽 對啊 妳也管太多了吧 有 妳為什麼知道 好 就很想說有一個什麼東西是 只有我擁有 妳有 可是問她只會唱這首歌怎麼辦 沒有 她會唱這首歌 所以成日只有初戀跟陳柏夫爾 還有之前那個啊 分手的那個 誰 那個 唱片公司的那個 某某角對不對 有她的名字 為什麼突然覺得我 有一種 什麼 沒有 像我們節目的來賓都有這種感覺 有那個是還有被拍到嗎 她有常來我們節目啊 她跟張正月來過一次 對啊 她來看妹妹的 但那個事情也沒什麼啦 我覺得就是 也是讓大家知道 在生活上 我也是一個平凡的女生 真的耶 對啊 就是 會碰到事情 大家都會碰到 那一次我有點忘記是 有第三者是不是 嗯 結果就哭啊 然後人家就說她金雄獎沒有得到才哭 結果不是 是因為被劈腿才哭 我 我沒有哭啊 我真的沒有哭啊 妳看我們人多好 我們都吵了很多話在心裡不講 但後來才講出來 可是我真的沒有哭啊 只是那個時候媒體 把那兩件事情對在一起啦 OK 對啊 所以 要哭也是回家哭 怎麼會在外面哭 所以妳是很ㄍㄧㄥ的人 就是絕對不在別人面前示弱的那一種 不太喜歡 所以妳有為了那件事回家哭喔 在家裡 因為一定會有那個 受傷到 對啊 一定有受傷的感覺啊 可是後來就是想一想 覺得也好 就是 嗯 因為也會 因為這件事情慢慢了解自己嘛 就知道自己可能也有 比較不好的地方 可是她還在唱片圈耶 你們兩個比較容易再碰到 對不對 我們還是朋友啊 真的嗎 對啊 所以 幹嘛那麼驚訝 不是就有必要嗎 沒有我覺得 分手的情人 是可以再當朋友的啊 因為妳畢竟曾經有過一段時間 妳那麼缺朋友 就是彼此了解過嘛 OK 那妳覺得在 接下來就是互相再打氣啊 給予關心是很好的 好 問妳 那如果現在妳有好朋友 在跟那個人交往的話 妳會想要勸阻說 欸 她不開心 不會啊 就是相愛就好啊 真的 對啊 所以那個 羅大佑 唱羅大佑的歌的那一個 是最好的一個回憶 嗯 還滿甜蜜的這樣 所以妳什麼事情都是跟她發生 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唉唷 我已經生過小孩 我是沒什麼起度 我就怕妳不好意思 妳這句話吵過來這邊 以後沒有人敢來上節目 起度這麼寬啊 什麼 什麼 又不是我問那一題答案 妳要問什麼 可是這是跟她發生的嗎 就 唉唷 就如果剩初戀的話 就是 該做的都做 這樣夠了吧 這樣很煩耶 妳不要太為難玉女了吧 我跟你講 雖然我不喜歡玉女這個稱號 但是自己毀了自己 跟被別人毀了 是不一樣的 我懂我懂 就是也沒這個必要性 把自己搞大了 所以妳真的在乎男生的才華 超過外表 對啊 妳是說哪一方面的才華 其實我現在會覺得 不一定要在藝術方面 那如果比如說 這個人很會抓漏 就 抓漏大王陳先生 然後就說 真的好有猜謊 然後就 跟她站起來 這是我沒想過 妳下次來我們幫妳辦一次 烤番薯達人 還有 就是想說 如果她在她的那個專業上面 她就是可以很專心啊 然後就 她自己也很喜歡 然後做得很好 這樣就可以了 抓漏這個 電子公司 上市老闆 也算經營的那個 很好的啊 不行啦 我覺得她看起來像個爺爺 怎麼跟她談戀愛 妳現在在攻擊曹金城嗎 不是 她很有風采 不是 她沒有像爺爺 姑政府才比較像爺爺 但我真的不認識她啦 OK 我真的可以不用再提 我真的不認識她 然後也不用安排妳們見面嗎 不用不用不用 好啦 我們歡迎曹星辰 妳今天請來的也太多了 第二次就不行啦 騙不了 妳出唱片的時候每一次 都會碰到製作人對妳 表示好感嗎 不會啊 所以張正月跟五百都沒有追過妳 沒有啊 他們是妳的type嗎 不是吧 可是他們很有才華耶 我知道啊 可是 你知道我跟五百在錄音室 錄音的時候啊 他就很好笑 他是很震驚的這樣 酷酷的五百 私底下有多搞笑呢 等下獨家為你披露 然後他就會很喜歡講英文單字嘛 他是嗎 對啊 像是哪些單字 就有一次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 慧倫 好 唱得很好 那現在我們 他沒有要搞笑嗎 他是很震驚的這樣 可是我那時候心裡就 喔好 我們take a rest 我不知道他走這路線耶 是啊 在錄音室裡面 他其實在錄音室裡面很嚴肅耶 OK 所以他講take a rest是認真的 對 可是他其實看起來還是有點嚴肅的 對啊 你後來被唱片公司發現是怎麼樣 發現 後來就是我那個時候有去拍一些電視劇 就是老師介紹的什麼 然後去拍的時候就有朋友看到我 然後就問我喜不喜歡唱歌這樣 然後就有朋友在要開唱片公司 然後就問我要不要去試音 我就去了這樣 那你有覺得自己很會唱嗎 剛開始的時候 沒有啊 我只是覺得我很愛唱歌 所以你去試音的時候 唱的是誰的歌 唱那個 歐陽飛飛的《逝去的愛》 走那個低沉路線 怎麼可能 那不是你姐的風格嗎 可是那時候可能覺得自己唱這首歌 還滿好聽的吧 來一下吧 來一句 我今天應該很唱歐陽飛飛的歌 有點忘了 你那時候是用低沉的聲音式的嗎 這Love is over 那個 很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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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記得歌 OK 當時怪不得會上 因為真的不錯啊 你很適合唱低沉的歌耶 對啊 可是從製作人都會希望我唱那種 很高的 對 就先要標到很高 你有考慮過要走歐陽飛飛的路線嗎 就燙爆炸頭 沒有 沒有 對 你也沒有熱舞過齁 出場片 好像沒有 很少 那你以前上綜藝節目 如果有舞群怎麼辦 就是在那邊只是這樣 左點點右點點而已啊 好敷衍喔 對 因為跳起來不好看 就想說算了 有跳過嗎 有有試過啦 被逼的 嗯 那你去夜店偶爾都是有蠕動一下過吧 有啊有啊 不過也是這樣吧 這樣應該會被打吧 裝什麼清純 對啊 就是還是會跳一些 就還是有這種擺動 對啊還是有一種不種 不錯啊 看起來還蠻有味道的 還蠻像芭蕎醬醬的 要你嗎 好 好了我們要看蘇惠倫那個 音樂錄影帶的精華片段 還念蘇惠倫剛出道的清純模樣嗎 突破玉女形象 蘇惠倫長大啦 來吧 愛多美麗 充滿消氣 只是在心裡看 只是散了流地 我不等我自己 越來越像蠻夢去 也許我傻我不怕笑話 傻瓜力量大 愛來太快 不要想逃開 你還不明白 雖然我愛你 不許再害自己 寂寞的樣子 也可以不到你 出道十六年 合作大排無數 不許讓我將心中最溫柔的 不能給你 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時候 不許讓我真心 只能給你 在每一天 我又有什麼時候 想你想得太難 不再興奮你了 了 哦 我一個人 都會決定自己 高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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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著淚流滿臉 高調 愛不分辨 OK OK 喜歡你 空了我空的心 空了動動 想你為你 我別管大風吹來吹 不免不想受主 這一面 那我們剛剛看的這些 妳都沒有後悔唱過的歌 沒有啊 我覺得都蠻好聽的啊 對 我覺得妳好像沒有丟臉過 妳在演藝圈 OK吧 譬如說弄了真的很醜的鬼臉啊 這一類的 可是我每次扮鬼臉 大家都還是覺得不是很醜啊 好 妳很誠懇 用心的扮一個我看 覺得蠻醜的是這個 這樣不醜嗎 這樣是在去皺紋嗎 而且妳也沒有給他拉到最後面 然後妳只是輕微的這樣扶他一下 那怎麼辦 我做一個妳試試看好了 這樣吧 好了 醜 因為妳知道我是那種 很誠懇的想說去做他 做出來 不要啊 妳不要回來 妳不要毀了是不是 他該自己放的話 就自己可以演喜劇的 可是我有說就是 自己毀了自己跟 被別人毀是不一樣的 好痛 那個鬼 那個太可怕了 好啦 但妳會裝可愛對不對 就是那種什麼 娃娃聲啊 裝童鷹啊 那些都會啊 好 我們要拍大頭蹄 開始囉 來 開始 1 2 3 4 5 然後要說可以嗎 可以嗎 聲音還不錯 聲音還不錯 還不錯啊 還蠻適合的耶 哇 聲音還不錯 妳把楊澄霖當成勁敵了 我曉得妳 沒有啦 妳一定有在電影機前面 模仿他講話的方法吧 我沒有模仿他 我之前也有那樣子講過話 就是比如說模仿一些那種 卡通 就是漫畫人物那種講話的方法 像什麼 比如說櫻桃小丸子吧 他怎麼講話 媽媽媽媽 我今天在學校跌倒了 妳是 真的嗎 很訊息嗎 可是妳這種聲音 妳會跟男朋友講嗎 還是說妳跟誰講嗎 張娃娃音 跟男朋友講話會 聲音會再甜一點 是哪一種 就比如說 我跟你說 我今天好累喔 妳可以幫我按摩一下嗎 就類似這種 原來妳也會這一招 而且他嘴唇會妳知道 對 撅起來 真的是 其實我還蠻愛撒嬌的 就是有時候跟工作人員都會 就通告排太多 妳也會說好累好累 對啊 好累喔 通告不要排這麼多嘛 好累喔 妳不知道 我看起來像二十幾歲 可是 其實 很累 想不想這樣 差點要公布自己的年齡了嗎 我就在想說 是不是要講 其實已經五十幾了 我都聽妳捏把他冷藏 想說沒必要透露這麼多 可是妳超適合的 可以 撒嬌很適合 可愛啦 真的可愛 對啊 男生應該很難抗拒吧 沒有啦 就是也不能裝得太過分啦 對啊 因為如果太過分的話 人家就會覺得 一二 做作這樣 所以 新專輯裡面的歌是比較 老人的歌嗎 不會啊 還滿年輕的 其實輕快的也滿多的 有可愛的歌 有大家曾經熟悉的 我的聲音的那種歌 就比較甜美的啊 對 所以整張專輯不是走可憐路線 不是不是不是 妳有唱 是走一種要有自信的 然後不要想太多 就是很多事情 就讓它簡單就好 我覺得妳這次就重新 給自己定位成 老潭育女 不要 不要走這個路線 就太誇張了 就至少大家會覺得說 他也有潭 育女也有潭 我們比較安心 每一首歌 開場的時候都 好 可是無論如何很高興 我們要讓妳出新專輯囉 謝謝慧倫 謝謝 還是一樣跑囉 謝謝 我們上次的整個片段 謝謝 現在用抓的 我們以為只有港片裡面 因為你現在手上 沒有東西的時候 別人把你砍下來的時候 你一定得搶他的東西 要不然你就準備被砍死了 可是周星馳都會用手這樣 把它夾住啊 萬一沒夾到 所以妳如果就辛苦 就一直這樣 加三次妳就死了對不對 怕蚊子